欢迎回来 喜欢武术的朋友呢 对螳螂拳一定不陌生啊 这是咱们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门武术 那鸳鸯螂拳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备受关注 今天让我们跟着鸳鸯螂拳的第五代传承人孙日成 去了解一下这门传统的武术 好 熟福丹田 舍井上厄 好 开地得酒 也未必神内收 三分钟吐蜡 正在给学员上课的 就是鸳鸯螂拳的第五代传承人孙日成 说起鸳鸯螂拳 很多人对他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影视剧中 实际上他已经有千年传承的历史 如今鸳鸯螂拳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是2014年将鸳鸯螂拳 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阿姨产项目 我本人是2018年被国务院认命为 螳螂拳的代表性传承人 这个鸳鸯螂拳它有两个特点 一为阴阳礼法内外双修 这是它内外结合的一个拳法 再一个特点就是左右递称 那么在系列当中 那么如同鸳鸯细水 那么如影神行一般 所以关于鸳鸯之名 孙日成说他来自一个武术世家 爷爷父亲都是鸳鸯螂拳的传承人 从他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螳螂拳 至今已超过50年 其实在最开始 孙日成并没有认真研究鸳鸯螂拳的内核 只是把它当作一门健身强体的运动 随着年龄的增大 孙日成对鸳鸯螂拳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28、90了以后 工作稳定了 家庭稳定了 再一个就是国外了 以及全国各地了 来找我父亲 学习交流了特别多 那么从那个时候 又重新开始来认识 这个鸳鸯民派的功夫 通过认识以后 感觉这是一个武术的救水 感觉也有这个义务 把它传送下去 2005年 孙日成成立了青岛鸳鸯螂拳俱乐部 致力于鸳鸯螂拳的传承和发展 但是仅靠俱乐部的教授 对鸳鸯螂拳的普及显然不够 从2005年开始 孙日成和父亲便来到燕尔岛山 免费教市民练习鸳鸯螂拳 年龄大了 早晨起来不愿意睡懒觉 正好咱这边吧 就是夏天从五点半开始 冬天呢 就从六点半开始 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健身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之前就不大懂什么非议啊 之前这会儿就有加速到 确实好 对于身体各方面变化 之前腿痛腰痛 这个颈椎什么都不舒服啊 都从链上以后吧 有很大改观 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后 孙日成又和澳门路社区合作 通过丰富的展交 演传等推广形式 推动鸳鸯螂拳 融入广大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 非一再社区典型案例评理中 市南区澳门路社区的 非一再身边 全城永不惜成功当选 我们是作为国家级 非一再社区 进入到澳门的社区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品 所以说吧 中老年人特别喜欢 我们也开了很多的这种 公益的培训班 真地不同的老人身体状况 所以开真地 他们开了这种养生班 也受到居民的热捧吧 除了把鸳鸯螂拳带进了社区 孙日成还把公益课程带进了校园 掀起了中小学生学习武术的热潮 助推非一再校园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新火相传 我们在新练的时候 就是严格安照 这个我们这个上一辈的 这种练和交 通过这种传承 能够把这种精髓传承下去 这个拳术 这个动作练起来 比较古朴存厚 技法比较丰富 但是动作它比较严谨 就是我们现在练了 和一百年前二百年前 这个练的动作都是不变的 除了在不断推广鸳鸯螂拳 孙日成也在物色优秀的徒弟 培养新一代的传承人 孙日成说 现在他每年还会收两到三名徒弟 但是未来 他们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还是伪之术 这也是他当下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未来他也会继续推广鸳鸯螂拳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历史和精髓 有计划在明年 在燕豆山那块作为一个基地 那么开展更多了 这种传承班 得从孩子到中老年人 是更多的人 去通过系列去受益 这个我们也想 把这种传承的一些历史 通过一些文史 文武 兵器 展现出来 不然要练 亲身一些感受这些东西